大尖山健行活动再度登场 今年主办单位市议员廖建良服务处和反毒结合 12月1号一大早细子乡亲们就在秀德宫集合 一起向目的地天秀宫出发 因为天气好加上有各种的表演活动和大奖摸彩 因此吸引了好几千人一同登大尖山 现场相当热闹 细子乡亲们最喜爱的登山活动 大尖山健行在1号这一天热闹登场 一到早7点开始就有民众在秀德宫出发 往目标天秀宫前进 因为天气好不少人都是全家大小一起来爬山 登山民众陆续朝大尖山山 天秀宫前进而这一次的建行活动是以反毒为号召宣导健康概念 主办活动的立委李庆华和议员廖正良呼吁大家为了家庭健康幸福 除了反毒害要身心健康一定要运动 登山健行就是最佳选择 宣扬这个反毒品青少年拒绝毒品的理念 也让大家亲子活动多运动 同时来看看我们戏指 大尖山的美丽风景 促进我们的观光 今天人来的很多我们很高兴 这一类的活动我们要多办 健身强国 那借这个机会请我们的乡亲 一起到我们大尖山来 就是践行活动 同时也借这个机会 我们举办这个反毒的活动 我想毒品是非常可怕的 到了终点在天秀宫现场各个精彩表演 准时开场 无论庙前广场还是二楼广场 到处都是观赏演出的民众 到了活动压轴 摸彩活动开始之后 天秀宫活动现场更是整个都嗨翻天 无论有没有抽到奖品 参加活动的民众各个热情不减 大家也都希望 类似活动能够多加举办 不但可以更健康 也借此加强反毒概念 记者李一帆细致采访报导 比赞细致采设访的方法